往前跟著中間走 包括集積鎮長吳大村的華山基金會志工 負責擔任司機協助長輩戴好安全帽扶上車 綁好安全帶後就開始在長輩們體驗跑跑卡停車 長輩感到特別又歡喜 我這台要在大家做造型 就像我那樣想到我走 我老要給我十三塊 你這個負責高義 一定會出現自己的計劃 從來沒有坐過這種卡停車 不會駕駛 如果我會駕駛的話 會更有趣 對 但是坐在上面感到有一點害怕 對 因為第一次做 華山基金會發現 大部分的獨居長輩 在新冠疫情過後變得比較不願意出門 心情與身體都會有受到影響 因此趁得好天氣 華山基金會幹部帶著所有獨居長輩 走出屋外 促進身心快活 疫情之後很多長輩 我們要帶他們出來之後 他們都表現了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有活力 華山基金會長期在服務長輩 發現這疫情前後的長輩 對外出的態度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們特別 這一次在我們集體鎮的 捷鄰小型賽車場 跟老闆這邊來商量 就是這次來免費提供給我們長輩 這個一個賽車的部分 就是希望說 提供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活動 讓長輩 能夠提起一個活力 然後更願意走出家門 我們大家都說嘛 要火就要動 那其實 要動最主要就是要走出家門 政長也強調要火就要動 華山基金會致力於服務獨居長輩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帶長輩們走出門 也呼籲社會各界可以共同來關心 華山基金會一直在服務以來 不管是在 各方面賠儀啊 或是做生活上面設施的改善 其實都做了很多 但是不管如何 長輩要自己生活要過得好 還是需要自己把自己的身體顧好 這才是最根本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特別來 安排這樣一個賽車的一個活動 讓長輩能夠提起不一樣的興趣 讓他們更期待能夠每一次的出遊 然後讓他們生活更能過得更好 可以坐上這象徵年輕活力的卡丁車 獨居長輩很明顯都是既期待又高興 除了動態活動 隨後也安排靜態的活動 帶長輩參觀特程中心 也挺起長輩走出護衛的重要意義 記者秋平易 集集採訪報導